分析师郭明奇周一发布报告 苹果16日清晨举行的秋季发布会 将推出Apple Watch和iPad新屏为主 不会有iPhone 12系列 他指出iPhone 12系列每个机型均支援5G 且均有两个版本 美国政府扩大围堵华为 要求采用美国技术和软体的晶片 需要经过美国政府许可 才能出货给华为 禁令在15日生效 随着全球机体大厂 包括三星、SK海力士、美光等 陆续对中国华为暂停产品的供应之后 国内机体大厂南亚科也宣布 15日开始停止对华为供货 表示持续加强市场风险管理 辉达创下半导体史上最大并购案 执行长黄仁勋在晶片业的话语权大幅提高 综合媒体分析 辉达会更仰赖台积电的晶圆代工服务 辉达与台积电正朝高效能运算 相同路径前进 台积电昨天股价涨4.5元 ADR周一早盘涨近3% 花木兰中国首周票房为2320万美元 娱乐产业研究机构分析师博客表示 迪士尼为中国观众制作了这部电影 很大程度上是失败了 截至周日 花木兰全球累计票房为3760万美元 其制作成本为2亿美元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热 int漫川